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遇到贵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 因为有贵人的帮扶 也有可能是梦者近期会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男性梦见蛇在水里有 预示着梦者可能最近会走桃花运 还预示着梦者希望找到一个另一半 梦到大多舌的都会预示着梦者近期有财运 因此梦者不必太过在意 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二 梦见商场买鞋 鞋子的主要功能就是辅助我们走路 买鞋此梦可能预示着梦者将会在近期结交新朋友 提醒梦者 在现实生活中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是非常正确的 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不会遇到困难或者麻烦 而若是在遇到困难或者麻烦的时候 能够有人出手相处 那么当事人将能够更加轻松 快速地解决这些困难或是麻烦 前进的道路也将更加的顺畅 所以是急梦 三 梦见和家人在相互掐架 梦到自己的家人在相互打架 则多预示着梦者的家人之间将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家和万事兴 相信和睦的家庭生活也将会给梦者的工作事业带来不小的帮助 四 梦见正在抱着的婴儿在笑 梦到自己正抱着婴儿在笑 子梦则多预示着梦者当前的人际关系非常不错 这可能与梦者能够以成待人有关 建议梦者再接再厉 继续坚持 以成待人 别人也将能够以成对待自己 梦者也将能够因此结交更多的朋友 也预示着近期在工作上将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功 甚至还可能会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等等 五 梦见自己长胖了 梦见自己长胖 结梦学上也有人认为 此梦预示着梦者近期的财运正在上升 梦者将会在不久后赚取到一大笔丰厚的财富收入 甚至是因此而过上富足的幸福生活 是一个不错的好梦 胖子比瘦子更有福气 有福气也将更会有好运 相信梦者今后的生活也将会使更加的温馨幸福 六 梦见领导请吃饭 梦见领导请自己吃饭 说明梦者内心很自信 在工作中对自己信心十足 认为自己是个人才 总有一天会被领导欣赏 因此提拔自己 还说明了梦者渴望自己在工作上面有所成就 而且梦者最近运势不错 会有贵人帮助 因此在工作中就算遇到了困难 也会有人帮忙解决 但是梦者自己也要多多努力 只要自己付出了 那么近期将会达到自己所预想的目标 七 梦见买戒指 梦到戒指 此梦多是在预示着梦者当前的爱情运势比较不错 对于单身者来说 此时正是梦者解决自己单身问题的最佳时机 建议梦者近期多外出走动 多与异性接触 将能够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 同时提醒梦者在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后 不要犹豫 果断出击 积极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 八 梦见去山里摘苹果 梦见摘苹果 结梦学上多认为是大吉之兆 梦者近期的运势将会是比较不错的 而因为好运的眷顾 梦者近期所面对的事情都将能够顺利地进行 并取得圆满的成功 九 梦见故人 如果在梦中梦见了自己许久未见的人 不论他是否在世都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和财运 并且也代表梦者近期会走贵人运 遇到困难时会凭借他人的帮助化险为宜 同时此梦也代表做梦者近期的努力会获得一定的回报 从而裁员广进富贵临门 十 梦见鱼 如果你能梦到再一眼就能看到河底的水塘里抓到很多的鱼 而且一抓一把很顺利 这样的梦境也属于吉祥的征兆 一方面水是吉兆 鱼也属于吉兆 都主财 能够顺利的抓鱼 简直就是喜上加喜 好上加好 这样的梦境也预示着你最近的运势将要大望拓望 不管做什么都一帆风顺 大吉大利 二 梦见这种现象要小心 一 乌云遮月 月亮代表着团圆 人们常将其视作运气和财富的象征 假如梦境中存在月亮被一团乌云罩住 那么就代表着你的近期运势走下坡 极大可能会因为投资失利而破财 除了财运会受到影响外 还预示着夫妻间的关系会出现问题 因为月亮还代表着女性 女性被乌云罩住很容易出现隐患 建议在生活中多沟通多体贴 家和才能万事兴 二 天空裂开 天空代表着家长或领导 如果睡觉梦见天空裂开 那么预示着家里的长辈 亦或是至亲身体上会出现状况 最好是带着长辈去医院 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近期多加留意身体情况 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 还有一种可能是工作中会出现事故 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失去工作 所以近期工作中需要加倍努力 一旦梦境成真可就真欲哭无泪了 三 从高处坠落 如果睡觉时梦见自己从高处坠落 并最后被惊醒 那么代表你近期可能会有一定的挫折和磨难 可能是工作中 生意上或者是感情上遇到问题 让你感到心里焦脆 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时 建议千万别气馁和退缩 直面问题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只要不退缩 最终困难终将迎刃而解 四 被人背后议论 梦到有人在自己背后窃窃私语 就要格外注意近期自己身边是否出现小人 这个梦境寓意着 你近期可能会被流言缠绕 或者受到小人妨碍 需要事先做好万全准备 因为问题出现时 搞得自己措手不及 苦不堪言 五 身处迷雾 梦见自己处在一团迷雾中 这可能是被人算计 欺骗的前兆 要对周边的人或者事物 小心提防 思考问题目光长远 做决定时 谨慎周密 这样才能降低被陷害 欺骗的概率 六 晴天霹雳 梦到晴天霹雳 表示将有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 会让人始料未及 这样的事情可能是让你难以置信的事故 也可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噩耗 但是仍需要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以免到时一蹶不振 七 巨大动物 梦里出现巨大的动物 自己显得渺小无助 则欲试着你在职场或者朋友相处中 即将被孤立或者冷落 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妥善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 八 房屋破裂 梦到房子坏 例如说门的柱子歪掉了 墙壁裂开了 等等之类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保护我们的东西 如果房子坏掉了 那警讯是要小心意外凶灾 这个通常就代表自己本身 因为房子是保护自己的 所以这代表自己会破财之外 还包括意外凶灾可大可小 大的可能是车祸 小的可能是受伤跌倒等等之类 九 掉牙或者剪发 牙齿和头发都是身体的重要部分 如果你梦到掉落了牙齿又没有血 或者头发剪掉 都可能是在提醒你家人会发生灾难 你也将会有破财之事发生 而且也容易与人发生争吵 十 与人私奔 在梦中私奔象征祸事 无论你梦见跟谁私奔 都预示着你这一段时间 可能发生漏财之事 还会因为做事不利 而为自己带来麻烦 若是外出旅行 则需加倍小心 以免落入坏人之圈套 一定要谨慎行事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 而且每次做的梦都各不相同 这其实就是上天在暗示我们 我们如果懂得其中的含义 就能够得到一些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